华人传统和龙总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民间传说 五龙燃放的火花可以去除人身上的晦气 在新的一年消病免灾 在九名汉子的无动下 河北平山的夜空晚上就迎来火龙冲天 师傅往空中泼洒摄氏1600度的铁水 瞬间形成一团火球 另一人用木板拍击打敲碎水火球 绚烂夺目的烟花随即在空中绽放 令不少围观民众泽泽称奇 心灵真的感到非常的震撼 只是在电视上见过 从来没有真正的亲临身临其境的体验一下 欢庆活动有狂欢的舞动 也有文静的璀璨 河南闪洲灯会星期一拉开帷幕 一万多盏形状和造型各异的彩灯 形成一场光影盛宴 配合物须狗年 还有许多以狗为主题的灯饰 让人叹为观止 清点活动不分昼夜 使家庄洋溢着幸福年味 穿戴传统系服的高敲队伍 在锣鼓声中穿街走向 高者踩低敲 矮者踩高敲 充分展现最地道的民俗文化 逐渐消失的麦芽糖老手艺 在新年的时候给民众带来甜蜜滋味 师傅一拉一扯糖浆 纯手工制作出一条龙 又考技术又考力气 我感觉这是一个传统的 这样的一个手艺 是我们一种 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承 安徽的三河古镇 现在也是张登节彩 农历新年期间 还举办文化艺术节 集合农郁地方特色的 大型表演将陆续登场 成为民俗大官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